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1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从沙利文到董经纬 中美疫情追责的大棋局 我们讲一下最近传得非常火爆的董经纬 跟董经纬有关的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疫情追责 那我们从头到尾开始讲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那个美国总统拜登正在通过两种方式 追查 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 一是美国5月份开始90天的情报调查 那么8月份会有报告显示 到底 这个 病毒,武汉肺炎病毒的来源是实验室泄漏 还是这个 这个自然发生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跟这个盟友 推动 美国和盟友推动 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 它是两个 两个方向同时展开 他对福克斯新闻说,要么 中国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人员进入 真正去调查弄清楚来源 要么 他们将面临,他们就指中国,中国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 然后他又对CNN说,他说针对这个问题 美国不会接受中国的搪塞,这是上一任政府做不到的,让民主国家 发出一致的呼声 他说美国不会 不会完全依赖中国,他说总统保留通过我们自己的分析 情报界的努力,以及我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其他工作 继续在各个方面施加压力,直到我们弄清楚 这种病毒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的 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美国开始 从5月份开始 推动这个疫情追责 这是一个战役级的这个行动 最早是谁发出来的,最早就是国务卿布林肯 国务卿布林肯是在 世界卫生大会 召开之后 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 说有情报显示 这个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从这篇报道开始 然后就开始就一系列,美国就开始推动 推动这个疫情追责 整个 整个的计划,剧本是这么写的 那么布林肯上来就说,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疫情调查,来源调查的这个第1阶段的调查工作 高度不足 就开始要求进行第2阶段的调查 那么然后美国就在一系列的首脑峰会上 和其他的这个盟友 表达一致的立场 就是中国要允许 世界卫生组织展开第2轮的 病毒溯源调查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今年年初允许这个 就安排了一个调查组去武汉 进行这个第1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 那么 当时在武汉就公布他们的调查结论 说是实验室泄漏的理论极为不可能 但是并没有排除 到了今年5月份 今年5月份世卫组织,世卫总干事 谭德赛 5月份开始转变立场 他和其他的科学家出面表示 还需要对武汉肺炎疫情的病毒进一步调查溯源 那么最近呢18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联署 要求对武汉病毒溯源进行彻底的调查 所以你可以看 这舆论是一步步的造起来了 那么沙利文一天之内接受两家媒体的访问,一个是 偏左的CNN,一个是偏右的Fox 左右兼顾 那么主要谈及 中国和俄罗斯议题 那么当然就是为 为这个拜登总统这次欧洲之行成果做一次这个政治公关 那么主要是向美国国内传达 那个拜登总统这次欧洲之行向这个中国施加压力 多么有多么大的压力有多么成功 沙利文在这次采访当中 多次强调了 几个峰会 七国集团峰会 美国欧洲峰,欧盟峰会 北约峰会 在这个中国议题上达成的一致 尤其是七国集团,七国集团发布的声明说 要求中国允许对新冠病毒进行 溯源调查 那么 沙利文的这番讲话说明了几件事情 第一 现在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 关于 新冠肺炎 追责的这个 新冠肺炎追责这件事情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 要让子弹再飞一段时间 这是第1点,第2点 8月份 美国情报机关 关于这个病毒来源的报告就会出笼 那么 应该美国的情报机构会在8月份 提供一种情报模式的说法 他会给一种说法 这跟医疗调查的那个说法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 这是第2个,第3个 美国不是孤军作战 美国和他的盟友团结作战 这是第3个,第4个 在疫情追责的问题上,中国将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其中包括外交孤立 这是 沙利文的采访说明的4个问题 那么这件事情的起源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在讨论 美国开始部署这个疫情追责的时候 很多消息跑出来 那么最早跑出来这个消息的是谁呢,FOX FOX的当家主播 Tuker Tuker Carlson Carlson在6月4号 就发一个推特说美国情报机构透露 有一名史上最高级别的叛讨者 这个已经和这个国防情报局DIA 合作了三个月 然后向美国方面 透露了中国的特殊武器计划 包括生物武器计划 一听生物武器计划可能跟着疫情有关系 但是卡尔森并没有说这次这个高官的具体情况 于是呢消息开始就 就开始自己跑了,那么当时就传出来 传出来那个史上最高级别可能就是副主席王岐山,这个消息就 传了一段时间后来 很快就被政委 那么紧接着 有个网站 叫间谍说SpyTalk 就报道说这个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这个董经纬 因为涉及孙立军案件 今年2月份和他的女儿 这个叫董阳 经香港 跑到了美国 向美国提供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大量的资料 这些资料改变了拜登政府对疫情 起源的立场 这个新闻说得很完整 说的完整也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董经纬呢是63年11月出生 河北赵县人 那么他是18年出任这个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 18大19大 19大18大的党代表 然后13届 全国政协委员 那么董经纬的叛逃的消息在推特上 推特上这一段时间 就是疯传 疯传 故事慢慢的就完整越来越晚就 各个版本就会越来越完整 那么包括董经纬携带大量跟疫情有关的情报 还有国安方面的情报逃到美国 和美国国防情报局DIA 这个合作被DIA保护起来 然后这个然后 还有越来越多的说法是把董经纬的叛逃 和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结合起来 然后就这个影响越来越大 然后中国那边呢就把董经纬在那个国家安全部的这个资料给删了 百度的词条也删了董经纬然后他的照片也不见了 总之呢 中国国内那边再做一些相应的 相应的部署 到了6月18号 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叫长安健 发布一条新闻说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 上午主持召开座谈会 学区贯彻今年4月26号 6号起实施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就做好反间防别工作做出部署 那么这里面 新闻还说国家安全部指出 既要抓间谍又要抓内奸和幕后金主 这个话呢就很明显当然就是在辟谣 非常清晰的 指向就是要辟谣 说你们说这个董经纬叛逃了吗 他在开会呢 马上这个十几家媒体 就关注到一个 一个关键细节 就是 这个新闻既没有照片 也没有视频 那么而且 这个新闻里面用了内奸这个词 于是这个新闻一出来就马上就分成两派,一派就说这个 已经这个什么了,已经这个 辟谣了,辟谣了,等于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 那另外一派说 无图无真相,没有照片也没有视频 不算数 然后美国的这个外交官 写了一篇中共的间谍工作,情报入门的作者 叫包明德,James Brazel 在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 他说很有意思,他说用这种方式来 辟谣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我是中方 我会 放一张那个董经纬的照片,还会付一张那个 董经纬女儿董阳的声明 说这个 所以他说,看来他们需要更好的公关人员 然后他说,在中国有图都不一定有真相,何况没图 那么当大家正在争论,到底能不能够辟谣的时候 出了另外一条新闻 什么新闻 习近平下午 18号下午 去中共党史展览馆 参观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展览 然后这个应该是中共 中共百年建党庆的一个部分 然后整个参观 参观完了以后呢,习近平发表讲话 发表讲话完了以后呢,然后习近平带着 政局常委,政局委员,然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一票 大概我看小100人 跑到,走到,到了那个什么呢,到了红色大厅 红色大厅,展览馆的红色大厅 带着他们一起重新 念了一遍入党誓词 入党誓词 然后呢就是 这一段视频呢,从18号 到现在中国主要的媒体都在播放这段视频 就宣誓的视频 这本来是一个政治秀,理论上这个习近平跑到他们去做个 宣誓 算是个政治秀,或者是叫政治宣言 但是这件事情 有点蹊跷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点蹊跷的是中纪委第2天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让这个政治局宣誓这件事情不仅仅具有政治性 而且具有 针对性 针对性 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它是2月 6月19号 发的 中纪委 国家监察委网站 大标题 叫什么呢,叫 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 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 试言里面 有一句话 叫永不叛党 这篇文章一上来就说,1931年5月21号 这篇文章肯定有意思 上来就说,1931年5月21号 党中央发出第223号通知 宣布永远开除叛徒 顾顺章的党籍 并号召全党 全党同志 和一切叛徒做斗争 然后他就开始这篇文章 就开始讲顾顺章的故事 顾顺章原来是这个 顾顺章是中共的特科 特科的负责人 特科是保卫党中央的一个机关 其实是一个 保安机关 然后他呢 在这个 4月,1931年4月 他送张国焘和陈昌浩 到这个鳄玉丸 根据利益的时候 返回武汉的时候被抓 被国民党抓 然后就叛变 叛变之后呢,他就供出来 供出这个在武汉的 中共的地下机关 然后 十几个人被抓 等于整个武汉的这个 中共的地下机关全部被破获 他就去上海 中共中央其实当时是在上海 上海 然后就要准备去上海 他就这样,然后呢当时呢 5月21号 中央通知第223号通知 通知里面就讲,号召要 铲除这个 铲除叛徒 他把这个整个的通知全部登出来 就说 消灭叛徒 一致起来 消灭一切共产主义的叛徒 然后文章说 顾孙章投敌之后 很快失去利用价值 不久又被 又被逮捕被关押,1953年6月 31岁的顾孙章被秘密处决,死于苏州监狱 然后他就这篇文章就开始讲 在 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几度变化 但 永不叛党作为一条铁的纪律 一直保留下来 他不仅仅是一句誓言 他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底线 这句话就有意思了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 说这个方知敏啊,赵义曼啊,伺子如归啊 用生命来换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话锋一转 践踏他的 如顾顺章等人 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出卖灵魂 下场惨淡 这话就在讲这个话 然后就开始 开始展望了 一语不能见,万卷图空虚 就是你如果你一句话都不能够实践,你的誓言都不能实践 那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 就开始讲 所以要牢固树立党员意识,做到任何时候 都与党 同心同德 坚定不移 使 终生不渝 坚定不移 终生不渝 文章就这么结束了,文章非常的短 但是呢 很有 每句话都很有针对性 顾顺章是中共的 中共的叛徒 令中共损失惨重 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叛变事件 这是第1个,第2个 顾顺章本人的下场非常的惨 他最后被国民党又枪毙了 最惨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下场 而是 他被中共灭门 一家十三口全杀光 全杀掉 这是周恩来下的命令 所以顾顺章,他这篇文章其实他没有讲 没有讲顾顺章被灭门的事情,只说了他被国民党最后,国民党枪毙了 但是真正的,他真正悲惨的是 他全家被灭门 这篇文章有两个意思 第1个意思 就是 他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说永不叛党 不仅仅是个誓言 而是政治底线 什么意思 这不讲得很明白吗,这就是赤裸裸 他说的顾顺章 顾顺章那个下场惨淡 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你说了永不叛党啊 那以后你叛党 下场惨淡,你以为下场惨淡是光自己死吗,不是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的这种威胁也有三层含义 第1层含义就是 对党内同志的 严厉的警告 你想想看,上来就讲顾顺章 讲完顾顺章讲党的誓言,党的誓言每个党员都宣誓过的 我党的誓词怎么改 这句话从来不改 听懂了吗,就这个意思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党内出现了 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广泛 广泛而复杂的质疑的声 现在的中共党内,这是第1个,第2个 你也可以看到 中共党内的这种权力斗争已经激烈到什么程度 这个非常重要 你说 这个 中纪委 国家监察委是什么东西 习近平的棒子呀 专门拿来打党内的,这不是打敌人的 中纪委不是打敌人的 打自己党内的 党内的走资派 所以他发出这样的,上来就讲顾顺章 讲顾顺章的下场 讲誓言 当然我们讲这个誓言有点意思是什么意思 因为头一天习近平正带着大家刚刚宣完事呢 那你是不是有针对性说 在那个电视里面宣誓的那票人里面是不是警告他们呢,你不好说没有吧 所以这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 第3 有可能 第3次行业是 有可能中共高层真出身叛逃 但是呢 叛逃就不应该是董经纬 这里面为什么 对中共是谎言无底线,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么 他谎言无底线的原则是什么 中共说谎的原则是什么 中共说谎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 有力 怎么有力怎么说 怎么有力怎么说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真的是董经纬叛逃 然后他跑出来辟谣 辟完谣第3天 美国这个DIA军事情报局 把董经纬领着出来见记者 你这脸打得啪啪响吗 对吧 这不是 这个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大家嘴巴上输赢的,不是的 如果真的美国 国防情报局真的领着董经纬出来开个记者会 对中共 对中共的冲击是巨大的 为什么,这个时代跟林彪叛逃不一样 林彪叛逃是什么,林彪叛逃 只要人民日报不说,没有人知道 内部就算发文件 发文件到某一个集 下面人都不知道 中共对信息控制,信息管理非常的严格 所以只要大家不知道 那我冲击就有限 就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是什么,现在互联网时代 你真的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真的消息传进去,那对中共的冲击是非常大 所以呢 用这种方式来辟谣,你现在你把这个假设一放进去就知道 对中共本身是不利 所以 而且 他带来的冲击,带来的后果 比他现在难受一下 要大得多得多 所以你权衡一下,我情愿不屁这个谣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非得去屁这个谣呢 屁这个谣回头打脸打得那么痛 那代价那么大 所以你衡量一下你就知道 中共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就真的董经纬跑了,跑出来屁谣 对他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非常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董经纬我认为他辟完这个谣,就说明什么,董经纬是没有叛逃 这第1个 第2个 可能会有人叛逃 但是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 那么总的来说,你可以看现在的情况就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复杂,为什么会非常复杂,原因是 很多重要的事件全部纠缠在一起 我们梳理一下 第1个 百年党庆 百年党庆 政治敏感 政治敏感度顶级 基本上到了顶级的地步 这是第1个 那当然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到了顶级的地步 为什么 内部的情况非常的困难 外部的情况也非常的困难 这两个困难的局面一定是会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继续高升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最近显示出来的这个姿态 大权独揽 这个权力在握 很有信心的样子 但是其实真正你看很多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他越是要显示这种态度 说明这种情况越是有问题 这是第1个 党庆 党庆把所有的矛盾都汇聚到了北京 所以 这次大办党庆 从我们现在这个局面来看 并不明知 当然习近平大办党庆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政治目的 就是巩固他的地位 为什么要大办 巩固他的地位 但是你现在看 现在这个党庆这件事情把所有的矛盾 汇聚到这件事情 让这些事情非常的敏感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疫情追责 美国疫情追责 这件事情绝对是中美之间 最高级别的对抗 是核弹级别 围绕着这个议题 中美之间各条战线又会汇聚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说情况复杂吗 这一头在搞党庆 各个矛盾汇集 然后中美之间又发生这个疫情追责 疫情追责又把各种冲突矛盾汇聚在一起 然后第3个 这一点很重要 外界现在观察的不够 就是 疫情追责这件事情 对中共内部的冲击非常大 比想象的大 这给中国带来的这种压力 非常大 所以 我们就说所以一碰到疫情追责这件事情只要跟他有关联 都高度敏感 中国那边反应都非常的强烈 这是第3点第4点 那如果这个时候真有一个高官外逃 那引发 其实我觉得 冲击其实所谓的冲击真正的是什么 他对权力斗争的 进程的影响 比想象比较大 比想象的大 这是第4个第5个 我们再讲回那个誓言 就说 这里面有个关系是什么关系 18号习近平带着政局委员 去宣誓 重新宣誓一遍 19号 这个长安建发表文章 中纪委发表文章 就把这个顾顺章的事拿出来说 外界有一个解读 解读认为是 习近平他们宣誓是为了 警告这些叛逃的人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 习近平带着这些人宣誓 是基本上是中国最 顶级规格的这种安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秀 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这个级别的政治秀 为了 用来警告那个叛逃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两个不同级别的行为 中共不会这么干 中共不会这么干 你只能翻过来讲 这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中纪委 利用 昨天刚刚召开的这个 这个宣誓的这个活动 举行的宣誓活动 利用这个场景 来警告 叛逃者 你只能这么解释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现在中国的证据非常词杂 中国的证据非常复杂 各种矛盾 高度尖锐 冲突 矛盾冲突 非常尖锐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 上面打的焦头烂额 顶层打的焦头烂额 底下的官员不作为 又不知道谁是最后的领导 都躺下不干活 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 但是 一旦有招呼 马上蹦起来 把这事给办了 防止 防止追责 所以现在的情形 只要上面有人打了招呼 领导打了招呼 下面就玩命的做给你看 但是只要上面没有打招呼的事情 全部都不管 现在的情形大体就是这样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疫情 把疫情追责 把这个中美关系 把这个最近的这个叛逃传言 我们串在一起跟大家做一个 这个解图 这个图画式的解读 希望大家可以 有个清晰的概念 好吧 好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惜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在这里要讲一下 就是我通常不评论什么呢 不评论间谍案 你比如说像董经纬 我也不会评论董经纬案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那个我不讲 为什么 因为涉及间谍呢 通常都 一半名 一半案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东西 其实外人对间谍案 是看不清楚的 因为有很多动作都是假的 所以我通常不评论间谍案 但是呢 跟间谍案有关的政治 政治后果 政治影响 我一定会谈 因为 间谍案跑到台前 拿来讨论的 一定就不是间谍案 一定是政治案件 所以这个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 道理就在这里 好吗 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鸣谢 谢谢 情况 朋友在市公安局临时工作 公安局临时工 他们底层打的都是两针国产疫苗 领导打的是一针 今天得知 得知 军校 打的也是一针 现在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疫苗 还有老百姓打 现在真想骂人 打一针 打一针 打一针有可能是那个 也是国产疫苗 叫什么 那个我印象中是 打一针的是 嘴边上忘了 叫什么疫苗啊 我想不起来 国产疫苗也有打一针 你别以为是进口的 没有 我不相信 提问 目前日本援助台湾的AZ疫苗出现缓打潮 长辈们很多都在等美国援台的莫丹纳 疫苗 请王老师给 给点精辟的分析 和建议 就是不精 不精辟的分析就不用给了 是这个意思吗 在台湾呢 关于疫苗呢 有很多坏人 在说胡话 所以 所有的台湾人应该自己要搞清楚状况 台湾就是一个 就是你们自己的 你们要爱护台湾 爱护台湾最大的动作是什么 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去打疫苗 什么长辈们都在等这个 长辈们要是等的话呢 那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就应该好好地听一下 谁在帮 台湾的人 谁在帮台湾 你想一下谁在帮台湾 就搞清楚了 所以 请大家去劝劝这些长辈们 AZ疫苗 也是非常优秀的疫苗 Moderna疫苗也是非常优秀的疫苗 我在美国打疫苗 是没得挑的 进去 安排你打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我打的是辉瑞 我也没有挑我要打辉瑞 排队排到那里 是辉瑞就是辉瑞 为什么 我就相信一条 如果政府 他拿不安全的疫苗出来给老百姓打 他死得比谁都快 就这么一点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这件事情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很精明 中国人就是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觉得自己很精明 就没搞清楚 其实 头顶上 还有人在扯的线 你不要做成那个扯线的 磨就好了 好吗 情况 身边的陆籍同事跟台干几乎没有人知道打的是科兴还是国药 什么都不透明就伸手打了 情况 坐标上海 今天居委会通知说 康希诺 对 康希诺是一针 可以打一针 对 康希诺是一针 观点 越临近20大 才是美国慢慢晒开所有筹码的时候 美国这边也知道 即使不能令习近平自己退下来 也要让中共整个系统为连任付出最大的代价 提问 金融时报披露 中国国安部被重组 独立成立侦察总局 保卫 护卫总局 直接对总书记负责 专门负责政治安全保卫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动作 我不相信金融时报这方面的消息有多可靠 为什么 我当记者的时候 从来没听过金融时报能包出什么料来 所以我不大相信他说的这个话 为什么呢 国安不是内保啊 内保是公安的 国安是抓间谍的呀 你说怎么变成国安呢 重组国安部呢 对外 国安 对内 公安 内保全部都在公安部 怎么会跑到国安部去了 还对总书记负责 互卫总局 这不靠谱 这一看就是对中国完全不了解情况 所以 没有什么 我没有看什么动作 我不相信这些 提问 请问港大 港大研究表明 辉瑞疫苗抗病毒性远远高于科兴的报道 不知道这条新闻出来 国内会有什么动作 我不知道什么动作 你认为复辟泰会在大陆有普及的机会吗 我不知道 这种假实性问题 我不要讨论好吗 情况 广州在6月16号来了60万剂 制飞科隆马 疫苗是打三针 OK 这什么鬼 我都没听说过 提问 记得当时王老师说过 当年王立军叛逃成都领事馆的时候 希拉里不敢惹CCP 把护事长给送回去 变相的把CCP高官叛逃的路都堵了 致使这些中共高官宁愿自杀 也不叛逃 现在条件变化了 但王立军已有前车之鉴 请王老师谈谈看法 我还是认为当初希拉里 把王护事长送回去的这个行为 非常愚蠢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 这违背 这违背基本的做法 你想一下 对方有人来投奔你 你把他送回去 那以后还有没有人投奔你 当然不会有 那现在呢 当然那是 那是那个时代 就是奥巴马时代 那现在不是奥巴马 中间都隔了一个 隔了一个川普 那是不是 是不是这件事情就变化了 也不是 那么这件事情影响是很大 为什么 你想一下 你翻过来 你用中共高官的这个思维来想一下 你就知道 那 如果没有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就 中共的高官他不需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但是他现在要考虑这个可能性 会不会把我送回去 当然中美关系现在对抗到这个地步 当然不会 理论上不会发生这种可能性 但是你不是他呀 你是他的话 他会考虑这个可能性的话 就会降低 这种可能性吗 是不是 所以 那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就是把王护士长送回去的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应该发生 提问 美国不会推翻其他国家的政权 请问王老师 这轮抗中 最终会达到什么目标 这个我打过一万次 美国首先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 防止对方攻击自己 损害美国的这个利益 他的最终目标是这个 至于说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 当然有 有把敌人消灭的 方法 比如说二战 灭掉纳粹德国 再灭掉日本 那美国就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是吗 所以你说他的战最终目标是什么 最终目标就是保护美国人民 没什么 对吧 提问 字节跳动宣布多放假 但员工依旧自决996 并反对其他 要求停止加班的员工们 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我没有听说这个新闻 所以我没办法评价 因为 这种新闻呢 老实讲 我就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这种新闻 情绪 关于宁波工程学院美籍黑人老师残酷乱刀砍死女学生一事 真的令人太气愤 提问 本人30出头已婚丁克 目前在某培训机构 工资业内中等 任职5年 仍然是底层 得不到肯定 很不快乐 本想 本来很想辞职 找些兼职 准备一两年后存款出国 但听王老师最近劝大家对辞职要谨慎 又有些犹豫 请王老师给点意见 我给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形势非常混乱 中国的政治很混乱 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很混乱 那么跟教培行业的这个政策 非常的清晰 就是打击 打击教培行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如果你有岗位 要珍惜你现在的岗位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失去了岗位 就可能再找不回来 所以这就是我的意见 至于你想出国的问题 我讲过一万次 我再讲一次 出国不是一个解决你现在问题的 解决方案 很多人把出国 当作解决他眼前问题的一个 方案 出国问题其实是 你要追求一个新的vision 你要建立新的愿景 你在那个愿景的感召之下 做出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这就是移民 而不是说我在这里 我混不下去了 我去想办法移个民吧 那你一定会 就算你移民成功了 你也会面对你现在可能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肯定 和你自身是有关系的 当然跟环境有关系 但是你要想一下你自身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 至于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你要好好的去判断清楚 你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去解决 至于是不是移民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吗 情况 某中央级媒体 因为建党100周年 台里的中高级领导 去宣宣的开会 要求测抗体 按说打了疫苗就可以去了 疫苗效率可见一斑 他们自己人其实都心知肚明 好几个测完没抗体 具体几个没说 但 不是谣言 我们上级 我们上级领导吃饭的时候讲 情况 我们台里 当时没有在台里打 如果去台里指定的医院打 要偷偷报给医生自己的 单位名 这样就会给你打国药 而不是科兴 看来国药还是比科兴好一点 未必 未必 怎么说呢 整体来讲 我对中国国产的疫苗 整体评价不高 但是呢 就算如此 我还是觉得 就是 整体来说 打疫苗的得益 比不打得益高 至于说副作用 我就觉得副作用到问题不太大 就算国产疫苗的副作用问题都不太大 所以有条件的话 尽量能打则打 我的建议是这个 就算是保护的这个程度不高 但仍然应该打 我讲的是国内 我刚才讲的全部都是国内 海外就更不用说了 海外更应该打 至于那些又担心 又担心副作用 又觉得想办法让别人打 我不打的这种 这种想法的人 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 好吗 情况 坐标台湾 我妈93岁已经打完AZ一周了 没有任何问题 本人7月初打第2针AZ AZ打了多少 基本上 我印象中AZ是全世界打得最多的疫苗 我印象中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我从来不觉得我们要讨论这个议题 台湾在讨论这个议题 核心问题是谁 核心就是两个 一个是国民党 一个是台北市长 就这两个混蛋 这中间 搅和呗 所以台湾要清除第5中队 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情况 父亲87岁 15号打了AZ 没有副作用 接种记录卡上 下一季预定是8月10号打 看样子可以提前打第2季 提问 我本人在日本 生活在日本 算上学生时代 已经10年以上 我跟我老婆就国内的生活病例性和发展速度与日本 相比较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我老婆的看法是国内的某些方面 比如医疗技术 尤其癌症治疗方面要比日本高明的多 理由是 非常多的病例 医生得到了比日本医生更多的经验 我老婆觉得我偏激 只要中国的东西 本能的就先否定 请问王老师 我该如何劝她 叫红书和抖音是文化垃圾 请她别在上面浪费时间 非常感谢 我不知道日本的医术 癌症方面 治疗和中国治疗之间的谁更高明 当然我知道两点 第一点 中国的医疗 中国的医疗 高明也罢 不高明也罢 肯定 肯定会让你破产 肯定会让你破产 高不高明我们就另算 高不高明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中国的你要是真得来症 没有意外会让你破产 但是你在日本会不会让你破产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不觉得你们有讨论这个 中国的医术高明还是日本医术高明 我觉得这个讨论完全没有意义 你要知道一个医疗系统 一个医疗制度 一个医疗福利 我们通常一讲医疗就跟福利带在一起 医疗的目的是什么 医疗的目的是 保障人民的安全 保障人民的安全的前提是什么 要掏钱 政府要掏钱 政府如果不掏钱 你怎么去保障人民安全 那你想想看 中国的这个医疗不是医术的问题 中国的医疗问题从来都不是医术的问题 中国的医疗问题是医疗道德的问题 什么叫医疗的道德 就是 有个妈妈 抱着她的孩子 离开了医院 没有办法进行继续治疗 这个孩子过一段时间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钱 中国的医疗的问题从来不是医术的问题 都是道德的问题 好吗 情绪 台湾这几天的新闻一直在渲染AZ疫苗高死亡率 造成长者死亡 根本就在制造恐慌 再搭配 只会在胸部打上马赛克的NCC 我对台湾新闻媒体真的很绝望 你不要说台湾新闻媒体 这台湾的红媒就好了 好吗 台湾的红媒 就搞清楚了 情况 坐标 广东台山 现在打的是新出的一针疫苗 人民做韭菜要做白老鼠 情况 我是一名95后 但最近和自己 但最近与自己身边的同龄朋友格格不入 比如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 我仅仅拿出一个案例来讨论 和探讨问题 但许多朋友因为自身对这类问题有着抵触 或者通过自媒体的情况 对许多问题极度反感 并指责我被洗脑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与他们讨论问题 反而和台湾朋友聊天时 他们会谈出自己的想法 对此情况 我对90后 思维能力产生质疑 只相信听闻丧失了逻辑思考 你只接触了几个人吗 你怎么就对整个90后都产生了质疑呢 我们经常 我们经常的问题是什么 我经常讲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 我看到的 就是所有 全部 我没看到的 我全部都不相信 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的缺陷 请你参考一下 好吗 情况 本人42岁 坐标上海 之前在泰国知名企业做过20年 做过高管 2018年失业 至今找不到岗位 孩子也大了 想过一个人先出国留学 再把老孩子接过去 可是始终无法做到抛弃弃子 但实在也想 也不想让孩子在这墙内接受渔民教育 老婆在大肆 在四大事务所 一时也不愿意放弃国内的 颇优的收入 真是左右为难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是想移民 你要建立一个移民的vision 你要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就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移民不是解决你眼前问题的方案 理解吗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把移民当作解决你眼前问题的一个方案 这基本上是错误的 可能就是圆木求鱼 情况 我是90后 我们90后主要生活在胡温时代 整体比较开明 课堂上老是可以自由 批判政府 现在反而开倒车了 情况 墨西哥也在有条不紊的打疫苗 上周轮到我 结果排到以后 被告知只有康希诺了 我没打 等下批吧 身边有认识的华人朋友告诉我 他们大部分打的科兴 而且专门跑去一个镇 打科兴的小镇 这个脑子洗得 很清爽 情况 AZ在台北施打的情况 也只有一天降到 预期的71% 过一天后又恢复到96% 跟恐慌前的施打情况差不多 情况 表舅妈宫颈癌晚期 在国内治疗 医生说意义不大 专门去日本 手术化疗 患者本人表示 日本医生化疗更精细 副作用更小 病人至今见债 我一直认为 医疗问题 本身不是医术的问题 医疗问题本身是什么 道德问题 我讲的是中国 情况 日本健保 每月个人负担部分是封顶的 8万日元 超过部分 高额医疗补助解决 因此 不会因病自贫破产 情况 国内亲戚家小孩申请美国留学签证被拒 因为这个孩子是北游本科毕业 而北游上了美国 黑名单 OK 鸣谢 还有屈原啊 屈原来打赏吗 屈原 我们上期节目 上几期节目谈过 谈过屈原式的爱国主义 那么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 屈原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个文化现象 那么这个文化现象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非常的大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情况 日本我不知道 中国的五年癌症存活率比美国差了一倍 我见过一些从中国来美国UCLA治癌症的病人 情况 国内的医疗分层严重 体制内医疗很好 体制外就很惨 有关 有关系就能有好的医生 没关系只能是新手医生 这个体制内的 体制内体制外差别很大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体制内差别也很大 因为你是领导干部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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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